好了,回來了 我現在正在看我的手機 所以剛才有些雜聲,先說一句不好意思 為什麼要看一看手機呢? 就是有些螢幕報料 報了什麼料呢? 就說現在有些... 某些群組對古先生有很多負面批評 字眼就衰過粗口 好,我的看法就是 大家都是要平常去看這些 因為香港有些人很想社會高度政治化 高度政治化和分顏色 高度政治化和分顏色 他們有些人才能找到食 他們有分顏色,又會人身攻擊 還有一些古先生的私人生活 其實很簡單的 我就不知道古先生的私人生活是怎樣的 老實我是不認識他的 他是不認識我,應該這樣說 他在這裡可能有事來聽節目 可能 我不需要為他辯護 現在我一定要再說 但是現在有些人 暴風捉影 又說古先生經營的娛樂事業 很照顧那些旺人 很認真地說 古天樂 他拍了這麼多部電影 現在都拍很多電影 他是香港 我認為 最多產的男演員 而且 他是帶著一大群人 去賺錢 其實那個情況就是 如果他不開電影 很多人是沒有飯開的 我告訴大家真相 有些人在這裡攻擊 古天樂之前 他有沒有想過 或者有沒有看過 香港有多少人 要貼著古天樂 才有飯吃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有些人在這裡咬 古先生 我看到他們很生氣 他們現在的正義男人 又說古先生 其實都沒有證據 也不知道是什麼 他又說古先生的私生活 其實古先生有一件事 已經很值得大家學 就是他很孝順他媽媽 他跟媽媽的關係很好 不是個個做得到的 那個現實就是 我自己都 老實實我都做不到 你要我和我媽媽同住 都不可能 其實就是 古先生還跟他媽媽一起住 是不是 你想想 一個 說真的 50歲的人 還跟媽媽一起住 你想想 他 雖極都是有限的人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你又要去批鬥他 又說他是黃色 又說他照顧某種顏色的人 有些人還在我們這裡留言 說真的 我遲些都叫James 會盯緊你 刪了這些留言 其實 老實說 古先生 他做過什麼 雙天害你的事 他沒有啊 你說 他拍一些戲 某些戲的意識很不良 商業電影裡面 有很多 都是意識不良的戲 還有 古先生 他拍那些 有些人說意識不良的戲 其實 會有分級制的啊 香港 是不是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意識不良 還有說真的 看電影 沒錯 裡面一定有暴力 有色情的 其實一定有這些成分 這些是商業成分 你要一套電影 完全沒有這些成分 根本很難 因為人就是這樣的 人的原始慾望 就是 食和性 食色性也 這兩個原始慾望 再推一個 慾望 會令人興奮的東西 就是 暴力 一定會有武打場比 一定會有 多隱悔也好 電視劇也有 老實說 是不是 就是電視劇也會 我記得一個很經典 我忘記了什麼電視劇 就是講一個劇情 就被人 就是 老強 就拍著包米 那些米就滲出來 哈哈 用這個 表達都幾 隱悔 有些隱喻 其實我不覺得 真的有什麼問題 真的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有些人現在當然是 什麼都提升到政治 政治化 說真的 如果所有事情都提升到政治化 只有搞政治 賺食的人 才會有好處 社會是沒有好處的 Vivian Tech 就說整對工作人員 等於很多家庭等著開飯 沒錯 其實就是 還有 就是這樣說 有些人說 做善事那些是 當宣傳 希望小學 那些 老實說 你說去做宣傳 你不去做宣傳 對 剛剛 Cowin Wong 也是 紅毛沙二 沒錯 紅毛沙二 好像被人老強 那是馬賽 好像是 你說得對 Cowin Wong 是紅毛沙二 我也記得 哈哈 因為 那個是經典來的 就是香港 我也記得是馬賽 我也記得 有一包米 撕開的米流出來 但是我忘記哪一套劇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知道記得哪一套 因為馬賽 他 他做 電視劇的時候 他的口音 是很特別的 哦 因為他 他有少少口音 即是他講廣東話 有少少口音 所以一定是記得是他的 哈哈 托特斯特就說 正如黃禎 他被人罵 粗製攬造 但是他真的養了很多家庭 不是 這個世界很多時候 都是要看粗製攬造的戲 我也是 說真的 阿古先生 有一段時間 被人叫他爛片王 他那些爛片 我每天都有看的 不是開玩笑 哈哈哈哈 是不是 這些 我自己就覺得 問題不是 好像他們現在那些人這樣說 你這樣搞一些負面批評 那些 即是出帖子在這裏 又說他私生活怎樣 喂 即是你們那些招招相講 那些人 根本是 即是說真的 你自己招自己 那 八爪魚龍阿妹 你說得對 還是你 宣傳做善事 叫他們自己做一下 宣傳一下自己 是不是 快回十間 八間小學再說 那些人 人家 建了百多間 大哥 對吧 你老闆 百多間 你還跟別人說 我會做宣傳 這些就是 很可惡的人 即是 很低 那些人 其實是 想用這句說話 蓋過了別人 這麼辛苦的貢獻 你不是L系嗎 是啊 其實我們很多網友都會有看過古山那些所謂的爛片 其實我不覺得是爛片來的 包括我們待會兒可能要重溫一套都被人說是爛片的戲裏面的片段 我們待會兒重溫一次 不要緊 我應該知道是哪一套 哈哈 但是我很喜歡那些戲 其實我是經常都看的 即是 工作到很慘的時候 你有時都要看一些 即是 不用怎麼用老林的戲 去令自己輕鬆一點 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不需要 那 Edward Leung又說 連出名勤力的劉德華都賺古山勤力 現在是只剩下他 香港影壇 其實 你看看 即是誰拍戲 是他拍而已 其實 嚴格來說 你看看 即是 我不是說其他人不拍戲 而是他就 真的 拍很多戲去令到整個行業可以繼續運轉 即是香港的情況是這樣的 你如果記得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香港一年拍幾百部戲 現在香港一年是拍幾十部戲 你知不知道 整個行業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其實就 即是 不是說 即是 香港已經沒有了優勢 不是這樣 也就是 本身拍戲這個行業 要天時地利人和 有很多東西都 因為 因為 有些事情 即是我也要說一說 即是香港 港產片 為何這麼多人喜歡看 那些題材很自由 嗯 即是 比起周圍的地方是自由很多 所以 是 時勢做英雄 那時候 當周邊的地方 那個自由度提升的時候 你就沒有了那個特色 其實就是這樣 現在韓國拍得比港產片更誇張 以前韓國有這麼誇張的片 現在他拍到暴力 還要比你暴力 那些韓國戲都流出來 那些官能刺激是更厲害的 拍到 現在韓國片是很誇張的 那些人就是看韓國片 還有 再加上一些特技 特技 現在是荷里活 不是搞得很厲害 有些人喜歡看特技 有些人 有大堆頭製作 那你大堆頭製作 那你大堆頭製作是荷里活的 還有 在內地 在內地 都是近這十年 其實就是 你香港沒有優勢 做不到大製作 因為市場都不夠大 那你越搞越縮 其實就是 那當周邊就說 古先生那個什麼風暴的系列 很好看 是很好看的 有些人又要搏 又說 Chill ICAC哪會開槍007 那樣的 當然不會啦 是戲來的 有時候我看得很生氣 其實就是 Janet Ho 很喜歡看古先生的乾柴烈火 那些又是叫爛片來的 那些 但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有些人說她是爛片王 其實這個也是磨練那個 演技那些東西而已 還有 那時候不僅是古先生拍攝爛片 是整個香港影壇 都是要靠攝爛片去頂住 其實是 那時候是很嚴重的 那時候是很不一樣的 好了 不要緊 講到這裡 其實就差不多了 我也免得再講太多古先生 待會有人說 你擦鞋子 我廢話 好了 休息一會 我們先看看渣渣輝的舞蹈 好休息一會 laboratories 雨傘 比賽 雨傘 好ύ 啦 龍 雨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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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 人 雨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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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否帮我吓